杏林春暖 有一些贪财之人接二连三上山偷摘杏子 山上的老虎看到了就扑出来吓跑了这些人 到杏子成熟时 董凤就把杏子摘下全运到城镇去买 以此救起平民百姓 他死后 百姓在杏林中涉谈计讽 并将杏林春暖的条幅挂家门口 杏林成了医学的代名词 优优独播剧场